看娱乐八卦 谈港圈风云 揭秘明星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港圈日报 1982年底 香港报纸刊登了一条震惊所有人的新闻 一名27岁的周姓男子 吞下了大量清洁剂 随即被送到医院洗胃 到底是谁能引来轰动 很快 港媒便给出了答案 这名周姓男子便是周润发 那一晚 被称为香港之子的周润发 在家中自杀 救护车匆匆赶到 医院外面围满了记者 一时之间众说纷纭 为了情 为了爱 而原因早就指向了一个人 陈玉莲 周润发自杀的消息爆出后 死守在医院门口的记者 等来了陈玉莲的身影 陈玉莲在医院焦急地等待 等到周润发醒后 也是寸步不离地看护 可是当她出院那天 陈玉莲却再未出现 似乎分开已是必然的结果 若干年后 当媒体问及这一段时 周润发越发落寞地说 刻骨铭心是会死人的 还是不要再提了 而这段被温币下称为 郎才女貌的爱情 到底又是为何走到了结束 1960年 陈玉莲出生在了香港的一个小乡村 从小的生活环境偏僻 信息闭塞 好在拖在杂志社上班大姐的福 陈玉莲做了一名小模特 开始街拍时装 1977年 在大姐的推荐下 陈玉莲考上了TVB 议员训练班 与梁朝伟成了同学 还当上了周润发的小师妹 不同于其他女学员 陈玉莲内心倔强 个性冷傲 并不讨老师喜欢 但这样的性格 却引起了导演谭嘉明的注意 谭嘉明如获至宝 立马找到陈玉莲说 你性格挺倔强嘛 我有部电影角色 很适合你 也不用怎么演 做你自己就行 于是 陈玉莲接拍了这部名为 《十三之士父》的电影 和吴倩莲一样 出道即巅峰 正沉浸在喜悦之中的陈玉莲 却没有想到 学校的麻烦事 还未了断 由于她并未参加考试 这让议员老师更有说辞 她连考试都不参加 好拽 所以 怎么都不肯与她签约 最后 还是谭嘉明推荐 才将陈玉莲留在了TVB 1978年 18岁的她 便和郑少秋 汪明泉 主演了《以天图龙记》 并在里面 饰演波斯圣女 小赵 同年又参演了 赵雅之 郑少秋主演的《大亨》 也是在这一部电影里 陈玉莲与周润发相遇了 第一次见面 周润发就被陈玉莲身上的气质所吸引 用一见钟情来形容 是最为贴切的 而陈玉莲也对高大帅气的周润发 暗生情愫 但那时 两人将爱意藏在心里 并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性格内向的周润发 一直在等待好的时机 但等来等去 却等到一个富家子弟 这名富家子弟极为大胆 总是在陈玉莲拍戏时 好的剧组送鲜花 赠礼物 虽然陈玉莲并未同意 但这可恼坏了周润发 他觉得自己被挖了墙角 越想越气 越来越急 他赶忙跑到花店 买了一束玫瑰 表白是当下之急 之前便对他有意的陈玉莲 几乎没有犹豫 就答应了 在外界看来 金铜玉女 天赐良缘 就连温碧霞也形容两人 一个高大帅气 一个温柔婉约 要有多配 就有多配 而陈玉莲的执拗性格 也在此时 展露无遗 有了爱情的滋养 两人的视野 渐有起色 尤其是周润发 1980年 电视剧《上海滩》横空出世 原定郑少秋当男主角 但郑少秋却因拍摄 《楚留香传奇》受了伤 而许文强的角色 意外地 落到了周润发的头上 于是 靠着许文强 周润发 一举成名 走红后 周润发大力 进军影视界 潜约不断 力压同期一人 也正在这一时刻 陈玉莲与周润发 被拍到了 同行的照片 自此 两人恋情公开 可是 两人的处境 却大不相同 当时的周润发 是当红小生 而陈玉莲 却没有那么幸运 在恋情公开后 陈玉莲遭到公私血藏 但对于 潇洒直性的他来说 习意为常 他也毫不在乎 那个时候 陈玉莲与周润发 俨然成为了 媒体眼中 拆不散的一对 修成正果 只是时间问题 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 周润发与陈玉莲的 爱之初体验 迎来了寒冬 在陈玉莲口中 周润发 对谁都好 对家人好 对朋友好 甚至对粉丝好 但独独对他不好 在周润发走红后 经常忙到 忘记女友的存在 好不容易有了 相聚的时间 周润发的身边 前呼后拥 甚至压榨 两人的最后一点时间 来陪朋友喝酒 愿对生了 两人便有了隔阂 与此同时 周润发还夹在 陈玉莲与自己母亲中间 左右为难 因为周润发 母亲对陈玉莲 似乎并不感冒 而这一因素 也成为了之后盛传的 分手缘由 但此时的周润发 还将此事 当作甜蜜的负担 1982年 陈玉莲和黄日华 一起合作 《天龙八部》 在里面 她饰演王雨嫣 这让陈玉莲 在TVB的地位 一跃而起 经常被拉去 参加各种综艺活动 而陈玉莲版 《小龙女》的诞生 便出自肥姐 沈殿侠的综艺 在《欢乐经销》上 陈玉莲与沈殿侠 成了好友 一来二去 陈玉莲与节目中的 于子明 也渐渐熟络 看着她清冷的脸庞 她总觉得 陈玉莲像一个人 当时 《神雕侠侣》正在筹拍 女主《小龙女》 一决暂缺 而于子明 也在这时 幡然醒悟 陈玉莲不就是 《小龙女》吗 于是 她跑到导演面前进演 如果我们不找 陈玉莲演《小龙女》 那绝对找不到 更合适的人了 这一年 陈玉莲带着刘德华 名满亚洲 而她 更是成为了金庸心中 无法超越的角色 而刘德华也称 陈玉莲是心中 唯一的小龙女 而且 还对她好感见生 但奈何 陈玉莲引有难有 自己无从下手 但这并不影响 她对陈玉莲的高度赞赏 甚至多年后 再一次表明 自己心目中的结婚类型 应当像陈玉莲一样 只不过 在陈玉莲心中 刘德华只能是弟弟 两人 万万不可能 再有第二种结果 但她与周润发 也没能逃出 悲凉的结局 在陈玉莲名气 攀升顶峰时 周润发却因 步步失落的电影 洗提票房毒药的称号 而这 还不算 最令周润发 头疼的事情 偏在这时 陈玉莲经沈殿侠介绍 结识了 大西洋赌场商人 陈超武 被对方 狂追不止 另外 两人的感情 已经在猜测中 渐生悲情 最终 陈玉莲在采访时 说出了分手 周润发多次挽留 也没能让这段感情 有任何改变的余地 在多重悲伤的家国下 周润发悲从中来 1982年 周润发在家中 喝药自杀 但经过抢救 最终 救毁了一条命 虽然在自杀事件发生后 陈玉莲一直 陪伴左右 但情段的事实 已经无法改变 不知两人 最终以何种方式告别 世人只知 在1983年的年初 周润发结婚了 1983年 周润发与余安安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两人结婚的消息一出 娱乐圈一片哗然 大众显然还没从周润发 为情自杀中走出来 却已经得知 他和余安安结婚的消息 在周润发与陈玉莲相恋五年 告别对方时 余安安也与相伴八年的 二东生挥手再见 这段婚姻 似乎是一场救赎 周润发牵起余安安的手 俨然一派恩爱的模样 很快 陈玉莲也找到了出路 1984年初 陈玉莲与陈超武 举办婚礼 故事到了这里 昔日恋人全部有了各自归宿 看似结局很完美 但现实往往很残酷 且经不起推敲 在周润发与余安安结婚的第九个月 两人便协议离婚 而陈玉莲的婚后生活 显然不尽人意 虽然陈超武是富商 但却不准备供养陈玉莲 这也导致陈玉莲结婚后 也要付出拍戏 但即便如此 陈玉莲也没能逃过离婚的命运 之后的她 仿佛来到了人生的低谷期 不仅在婚姻中 没留下美好 又被娱乐圈踢出又拾回 那几年 陈玉莲过得并不好 在经历婚变 失业低谷后 陈玉莲看淡了世俗 决定戴发修行 在这期间 她与所有亲友断了联系 落在加拿大和师傅修行 这期间 曾经的老友刘松仁 远赴加拿大 拍摄电视剧《岁月风云》 在餐厅偶遇陈玉莲 两人一阵寒暄后 刘松仁热情地邀请她 回港拍戏 或许是对演戏 还有最后一丝殷切 陈玉莲答应了 但回到香港娱乐圈后 陈玉莲却提出了要求 我拍戏 不能有肌肤之亲 不接吻 不拥抱 不能有身体接触 而此时 美人在岁月的照射下 也尽显老太 因此 陈玉莲并未接到 适合她的剧本 观众似乎并不买她的账 令人感叹的是 岁月如刀 没人能逃过时光的打磨 于是 拍完了《原来爱上贼》后 陈玉莲再别娱乐圈 这一别又是四年 这些年来 陈玉莲一直独自生活 也一直在热衷于慈善活动 前些年 心地善良的她 收养了三名孤儿 对这三个孩子 也一直都视如己出 也算弥补自己多年的遗憾 如今61岁的陈玉莲 独自一人 但她却说 我好像不太需要感情生活 或许 在经历大事大非后 那些或繁花似锦 或满目苍蝇的往事 全都不值一提 那么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